四血反杀看起来很难 但是说白了 四血反杀也就是做两件事 第一个是躲掉对手的伤害 第二个是安全地打除自己的伤害 而这两点 杰用影子就能轻松做到 而且杰爆发还高 所以四血反杀对杰来说一点都不难 我归纳了一个反杀套路 这个套路任何杰的高手都在用 不管是飞客还是刀帕 这个套路又简单又实用 而且和我前面说的 对付没位移 但是有控制的英雄的打法 非常像 所以我相信你很快就能学会 这个套路一共三步 第一步 WR躲技能起手 因为如果你需要四血反杀 那说明你现在肯定是被对手追着打 所以你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在对手上你躲技能的时候 用WR起手 躲掉这个技能 这里W的位置要丢在自己的身后 理由后面会说 然后是第二步 拉开距离丢Q 因为你的血量已经不能再被打中了 所以落地的瞬间 要立刻按W1Q躲技能 然后沿着W和R的连线方向继续跑 每个人血量低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紧张 所以这里即使你先按了W 在不好的过程中才去丢一Q 也是一样可以的 到第二步做完 对手还没有机会摸你 你的技能伤害就已经都打出来了 所以第三步 你只要再接近黑足被动就OK 那要怎么样安全的接近呢 这里W丢在身后的效果就出来了 因为你是往后丢的 所以你R的连线 是在W和对手的中间 你第二步拉开距离以后 对手看你鞋少是肯定要追你的 他追你的话 离你R的连线就会特别的低 所以第三步的时候 你只要等对手到了R的连线的附近 就可以按R传到对手身边 黑足被动 如果你的血量实在低 撑不到大招爆炸 那你可以EA玩 马上闪现 让对手根本摸不到你 这个套路就是这样了 很简单 先用R起手接近 然后落地拉开距离打伤害 接着又接近辅助伤害 最后再拉开距离